这个只有一米六的男人和他的脑瘫妻子 竟然在三年内杀了48个人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陕西第一汉匪 龙志民的案件经过 1985年的一起案件震惊了全国 案件主犯名字叫做龙志民 他是陕西省商县人 有一个女儿 妻子严淑霞是个患有脑部疾病还兼残疾的瘫子 他伙同妻子三年内共杀害了48人 1985年被执行了死刑 他是怎样作案的呢 大家好我是子腾 欢迎收看今天的科普故事 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他龙志民的故事说来其实也挺曲折的 六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在那个年代男孩在家里那是备受重视 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是渴着他先来 到了上学的年纪 龙志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 可是却因长得丑 个仔经常遭到同伴的欺辱 可是一开始他也没有放弃 不仅兼着上学 还常常借着月光来读书 这让家人们很欣慰 后来他发现读书是个慢功夫 想要扬眉吐气 必须得干点大事 于是他就开始不学好 自暴自弃 研究一些歪魔邪道 直到六十年代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他还成立了个红卫兵组织 做些抄家批斗的勾当 后来村里成立革委会 他的组织也彻底的被瓦解了 也正因为此事 龙志民彻底黑化了 心生怨恨 决定要对社会进行报复 从那以后 他生产队的活也不干了 到处混饭 甚至为了解决自己的欲望 还骗了一个痴呆女子到家 先是对其进行捆绑打骂 然后授予打发 速艰了数日 最后村民发现这事以后 这个女子早已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为了避免这事再度发生 龙志民的亲戚 决定给他谋个亲事 让他与一个患有脑膜炎治瘫的残疾女子 严淑霞结婚 婚后第二年 就生下了个女儿 由于没钱养育 最后被迫放到了岳母家抚养 直到1982年 国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政策对于龙志民来说就是噩梦 因为这就意味着 他再也不能混大锅饭吃了 为了生存 他又心生邪念 干起了这杀人抢劫的勾搭 从那以后 他的人生轨迹彻底的跑偏了 杀人奴马还一招致命 那他到底是采用了什么手段 最后这些人的尸体 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你敢相信 眼前这个不到一米六的男人 火同自己的脑瘫妻子 杀了48个人吗 1983年到1985年 这短短两年时间 陕西商县就出现了高达37人的离奇失踪案 失踪的人也很奇怪 既不是什么有钱的职工干部 也不是有可能走失找不到家的老人小孩 反而都是些出去找工作谋生的年轻小伙 要么就是去镇上买东西的农村人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捋下去的话 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紫藤一样 觉得很不了解 龙志民一个瘦了巴基的农村人 怎么能杀得了这些身强力壮的男子呢 原来龙志民在实施杀人案之前 也是动了脑筋的 他知道要是强行动手的话 得手的几率几乎为零 风险也大 所以他就带着瘫痪妻子去市里蹲点骗人 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 声称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干活 所以就想雇点年轻人去家里干活 由于他给的价钱非常高 再加上表面功夫做得好 以至于很多人都对他们这对看似柔弱 不能自理的夫妻放下了戒备心 都愿意到他家干活 回到家以后 他先是让这些人干一些粗活 后来就变成了挖坑 由于他家比较偏僻 离市区又远 活又不可能一天干完 于是被骗人都选择在他家借宿 每到深夜 龙志民和妻子趁人熟睡时 拿着力气直接将人杀死 这个不到一米六的男人太狠毒了 专门花高价钱 雇苦力回家干活 等到晚上的时候 就把这些人全都杀死了 等人都死透以后 他们搜刮被害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和钱款 然后再把他们拖到白天被害人挖好的大坑里 看到这儿 紫藤也是为那些死去的人感到惋惜 可谓是活活的演绎了一把 什么叫做被人杀了 还得替人挖好坑 把自己埋了 尝到甜头的龙志民 接二连三的干起了这事 杀的人也越来越多 手法也越来越熟练 即便警方在这两年里 一直在寻找离奇失踪的人 也曾见过龙志民 可是警方每次看到龙志民 他都呈现出一副老实憨厚的样子 而且见到人 连头都不敢抬 说话也是支支吾吾 还带着一个瘫痪妻子 多次让警察对他们放松了警惕 觉得他们活着都费劲 绝不可能有杀人的能力 也正因如此 龙志民开始顶峰作案 接连的杀人埋尸 正所谓纸是包裹住火的 直到杜长英的失踪 才让龙志民杀人案件浮出水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结果又如何了呢 别急给子藤点个关注 点个赞 下期我们再来看龙志民是如何被发现的